好的 下一位演员是没有坐在这儿的 是非常意外的一位朋友 我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邀请他 没想到他就同意了 非常资深的前辈 如果说很多透口秀演员是因为罗永浩老师 走上了透口秀这条道路 那应该也有数量相当的透口秀演员 是因为接下来这位演员开始说透口秀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打动了他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前辈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演员 大家好 我是黄熙 黄过的黄熙过的熙 各位 我的接下来是一位演员 周旺 传说中的人 他应该坐在评委席上 他这都我就祖宗了 但是当年听着他的那个白宫透析 好早安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Gio Wang 您是假欧杰 我是假欧杰 他的成就可能都是我这一生的向往 他是当时唯一的华人透口秀演员 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 王熙老師就是太久不出現在劇場裡 很多朋友會覺得他是不是名氣大於實力 我個人認為他的英語的表演會更好一些 所以我不太確定他用中文做他的圖書表達的話 能不能夠匹配大家對他的這樣一份預期 我也不是跟年輕人來爭這個地獄什麼的 我就是到時候來講一段就可以了 蹭著熱情 讓我們掌聲歡迎下一位演員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神啊 我老公好像 謝謝謝謝謝謝 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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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大家好我是黃熙 謝謝謝謝 非常榮幸來到脫口秀大會 剛看了這麼多年輕演員的精彩表演 講實話我壓力非常大 就有一種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感覺 你們真的太優秀了真的 但我就想問你們一件事 你們去白宮演出過嗎 好 這件事去不了了 那次白宮演出是挺成功的 到什麼地步呢 連楊嵐都想採訪我 他已經採訪了 對呀 採訪我之後他就不做楊嵐訪談錄 改做了另外一檔節目叫做天下女人 我特別自豪 因為我以一己之力 讓楊嵐老師對天下男人失去了興趣 後來我那個表演視頻傳到了國內 也挺受歡迎 我當時就覺得 中國也能做好脫口秀 所以我一三年就回國了 我一三年回國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我比脫口秀還火 其實那時候吧也有好多機會 有一個投資人給我投了一大筆錢 讓我做一個線上脫口秀節目 沒過多久 他又去把錢要回去 想去投區塊鏈 結果前幾天他又厚著臉皮來找我來了 就說 哎呀 黃西呀 你們脫口秀掙錢了 能借我點不 我還一直在主持一檔節目 叫做是真的吧 那是一檔部分脫口秀 而且有一部分是生活類節目 裡面有這麼一個段子 就是我是一個學化學的 所以大家一看我的臉就知道 我拿自己做過實驗 挺平常一個段子 但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段子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段子 是當時的一個叫做李旦的編劇共搞的 而且我們還沒用 誰能想到吧 七年之後 李旦竟然成了中國最火的脫口秀演員 我是挺感慨的 你知道嗎 李旦 如果不是我當年把脫口秀演到中國 讓他在中國發展 就不會有脫口秀大會 我今天就根本沒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海選 謝謝李旦老師 謝謝謝謝李旦 聽聽說 謝謝李先生 謝謝李先生 這幾年吧 很多的年輕演員都火了 你說我心裡有沒有落差 當然有了 大家知道吧 現在周祺末 現在周祺末都已經是脫口秀OG了 真的如果周期末是脱口秀OG的话 那我肯定是脱口秀在天之灵了 我到现在还是每年的做曲演 有的时候在线下 遇到一些新的脱口秀演员 还给我翻白眼 觉得我最近没上一些线上综艺节目 没有必要给我好脸色看 但是吧我对这个事看得比较开 因为我这人是经历过低谷 也经历过高潮 真的每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吧 都有点像过山车一样 有高车有低谷 我就感觉你现在牛就牛去吧 我在低谷等你就好 到时候也欢迎所有的脱口秀明星们 给我供稿啊 谢谢大家 我是黄熙 谢谢大家 谢谢黄熙老师 恭喜黄熙老师获得四单晋级 谢谢 谢谢各位领校园是吧 黄熙老师 黄熙老师说完之后 谢谢之后马上应该 难忘今晓的 应该已经压轴了就结束了 黄熙老师 我觉得他特别有这个真正的脱口秀的精神 就是我觉得能够以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 今天来到脱口秀大会 就是来面对大家的一种评判 和后浪们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脱口秀的精神 也特别感谢 了不起 今天我确实精力有个太足了 对 因为我特别爱看那个 那个Cellate Night Live什么的 然后还有那个之前一些那个 他们晚上那些脱口秀节目 一个中国人出现让我觉得特别神奇 然后中间又说得特别好玩 让我觉得 我当时也觉得 如果我有一天能去那边说也挺高兴的 没想到李诞老师出现了 他带领了中国也有点这样了 所以说我也要感谢李诞老师 能够有脱口大会这样的节目也出现了 对 李诞老师实现了我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 确实把脱口秀在中国也做火了 确实不容易 对 李诞老师 受不了干什么 别受别受 刚刚黄西老师不提到我给他供稿吗 我确实当年给黄西老师写过很多段子 然后这是属于接私活 所以很多我也忙不过来 其实那些东西呢 很多都是王建国代笔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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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前年有分走一部分呢 那不然我干什么 中间啊 我肯定要分走一部分 非常期待黄西老师后面的 表演 哎好 哎 非常感谢大家 我就觉得今天呢 有机会跟年轻脱口秀演员 来切磋一下吧 我真感觉是不需此行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这些年轻演员里边 确实看到自己的影子 所以也就是希望大家在比赛中 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那些 将来有一天大家也会说 我当年是看你们在脱口秀大会上表演 想讲脱口秀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讲到这个水平 谢谢大家啊 那我们恭喜黄西老师进入晋级区 你去了 先这边 晋级区 我觉得黄西老师这次参赛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吧 这是我们这些演员里 唯一一个有国际知名度的演员 但是仍然能够放下姿态来跟我们比赛 他其实没有被这个比赛影响 也就是真的很神奇 所以黄西老师节奏你看虽然很慢 但是稳稳地拖住全场 我觉得平时比较低调 所以很少就在别人面前吹牛 但现在 后续风格有点变了 一个是巴尔赛一下自己 然后呢再死了一下别人 当然也不一定都是恶意的 但就是这另外一种风格 我还得稍微试一下